兰西尘远远地就看到自己的弟弟呆呆地站在一处,不知道再往哪个地方看。 从他来的方向来看,只能看到兰望姬,看不到本就站在角落又被兰望姬挡住的金子轩和魏无羡。 等到他走近一看,看到颇为眼熟的酒瓣连校服后,就知道他的弟弟为何会那么反常了。 望姬,一句望姬不仅让兰望姬回头看向了他,还让另外两位一看就是在商量些什么大事的少年一块抬头望他。 兄长,泽吴君,三人颇有些默契地同时出声向兰西尘打招呼,并同步端正地行了个拱手礼。 金公子,魏公子,兰西尘温柔地笑笑,点了点头,也客气地同魏无羡他们两人打了招呼。 忘记,叔父说找我们二人有事,现在和我一同去见叔父吧。 金公子,魏公子,恕在下失陪,请自辩。 招呼打完,兰西尘也提起了此番来此处的原因,有礼地向魏无羡二人道歉。 金子轩二人自是不敢应成,忙一口同声地说了一叠声的不敢不敢。 兰西尘笑笑,也没多留,就和兰望鸡一块离开了。 看着二人离开,金子轩和魏无羡两人也聊不下去了,也准备散了,各自回去休息。 金子轩,想和师姐早点成婚的话,记得去莲花物找江叔母,多表露表露你的诚意。 说完,魏无羡就洒脱得大摇大摆地往自己的客舍走去,不管金子轩在身后有何反应。 金子轩站在原地,还有点困惑魏无羡口中的江叔母是谁,可在联想了一番这一世之前的记忆后,就面上一哭。 他又不是傻子,自是清楚了魏无羡这番话背后的意思。 他面色凄凄,愁容满面地踏上了回去的路。 他这世的追妻之路,看样子也是不能一帆风顺了,还是早点想想到时候怎么才能打动于夫人让他将阿里嫁给他。 这边金子轩是哀声叹气回去的,魏无羡就不尽然了。 他满面笑容,但眼里又含着泪水,看起来怪异极了。 知道金子轩和他一样,最开心的也莫过于他了。 前世,金子轩和江彦离的死本就让他久久不能释怀。 后来见到了那个傲娇却又孤独的金灵后,更是没办法原谅自己。 现在,金子轩带着记忆回来了,听到他亲口说出不怪自己,原谅自己的话,魏无羡怎么会不被触动的。 但是他们二人针锋相对了那么多年,谁都不好意思在对方的眼皮子底下哭,就硬生生地压住了那股怅然的情绪。 现在金子轩不在他身边,他一个人在路上又哭又笑,看得路过的蓝氏弟子差点就要去禀告蓝杞人了。 真好呀,这一次他们会一起把这一切解决掉,让师姐能开开心心,幸福地过一生。 那个从小缺少父爱母爱的孩子也会在所有人的宠爱下快快乐乐地长大。 想到这,魏无羡擦擦眼泪不哭了,加快了步伐,在旁边观察他的蓝氏弟子反应过来之前一溜烟地跑走了,跑回客社去和江城说这件事去了。 另一边的蓝西辰和蓝旺姬一路上相顾无言。 蓝西辰看着自己弟弟脸上不渝的表情,微微叹了口气,旺姬,魏公子他就是一直在找的魏英对吧? 看到他怎么不开心了? 蓝旺姬也很困惑,明明魏英是自己心心念念了那么多年的人,他该是高兴的。 但他在看到魏英和金子轩二人独处,一副熟忍的样子后,没有高兴,只有一肚子的不爽。 他都没有和魏英那么亲密,为什么那个金子轩就可以? 蓝旺姬被自己怪异的想法吓到,但脸上仍旧是一派淡然的样子, 似乎是不想承认自家兄长说得不开心。 可是蓝西辰是谁呀,是号称独地姬的泽吴君,他怎么会看不出自己弟弟内心的真实想法呢? 他也不打算拆穿蓝旺姬,好笑地看着弟弟这副颇有些生气的样子,慢慢走到了叔父的住处。 松风水月,清衡君和蓝旗人分坐在桌案两边,品名手谈。 蓝西辰和蓝旺姬站在门口倾扣门飞,屋内却久久没有人出声让他们进去。 他们彼此对视了一眼,都感受到了一丝不同寻常。 款步步步入室内,果然不出他二人所料。 叔父在和已经闭关好久不知什么时候出关的父亲下棋,太过投入压根就没有听见敲门声。 两人见状,也不出声打扰,视力在一旁,跟着看棋局了。 清衡君和蓝旗人两个人注意力都放在了棋盘上,没注意到已经进来的兄弟俩。 一局棋了,清衡君更胜一筹,蓝旗人输了棋也没不高兴,兴冲冲地想接着再来一局。 这时,蓝西辰和蓝旺姬恭敬开口换人,父亲,叔父,在兄弟二人出生后,沉浸在棋局中的两人才如梦初醒。 清衡君看着两个孩子有些怅然,他长久以来都在闭关,见到兄弟俩的次数不多, 最近一次见到两个孩子,还是在八年前,蓝旺姬晕倒在蓝氏那次。 面前的蓝西辰温润如玉,蓝旺姬清俊端方,不愧是仙门百家所夸赞的蓝氏双臂。 清衡君面含笑意,满意地看着兄弟俩,眼里是不加掩饰的骄傲,冲着兄弟俩点了点头。 这兄弟俩被启人教得很好,多亏了启人,替他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 清衡君看着自己的弟弟,既感激又愧疚。 西辰,旺姬,你们来了呀,快坐吧。 蓝启人看到蓝西辰他们兄弟俩来了,很是高兴,齐也不下了,马上就招呼两兄弟坐下。 蓝西辰两人一口同声地答了句誓,就在下手的位置上坐下了。 西辰,旺姬,这次找你们来,就是要商量一下有关于未来蓝氏的一些计划。 首先我决定去找人加固一下云深不知处外的结界, 然后要抓紧对门下弟子们的训练以及考核, 把一些品行不端的害虫早点救出来,以免未来酿成大祸。 蓝启人见兄弟俩坐下后, 就迫不及待地开口,将自己同兄长青衡军商量出来的计划告知他们。 叔父缘何想到要加固结界? 还有对门下弟子的考核一直在进行, 并未发现有门生犯过大错啊。 蓝西辰是被当作未来家主培养的, 如今的他早已上手家族事务, 对自己叔父突然提出的建议很是疑惑。 蓝忘记亦然, 他虽不用和自己兄长一样负责处理家族事务, 但他是新一代的长法者, 对弟子们犯下的错了如指掌, 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被两兄弟同款的疑惑眼神盯着, 蓝启人有些不知道怎么开口。 他总不能说他是自前世来的, 所以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西辰肯定是不会信的, 毕竟这听起来太荒谬了。 忘记倒是可能会信, 但是这样一来, 魏无羡那小子也会被发现, 到时候就不好解释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哎,有关重来一世的事情, 还是等到魏无羡那小子自己去和旺姬说吧。 或者旺姬自己恢复了全部记忆, 自己去了解吧, 他老人家就不掺和在他们小两口中间了。 于是他求助地看向自己的兄长, 想让兄长来替自己说。 清衡君突然被自己弟弟赋予如此大任, 措辞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 为父长期闭关, 掺破了一点天机。 未来云深不知处会有大难, 所以我们要从现在开始做一些防范措施来避免灾难的发生。 事先清衡君和蓝启仁两人压根就没有商量过 怎么去回答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如今,清衡君只能拿自己长期闭关来做借口, 演示一下得到如此惊天消息的途径。